好连县府112年度孝行奖表扬活动 18号上午在远雄越来大饭店举行 而县长徐真卫表示 借由这些孝行楷模的故事 希望让更多人关注还有珍惜家庭 也让爱还有关怀在社会中继续传递 今年十位的孝行楷模由各机关团体所推荐获奖 表扬活动由县长徐真卫亲自颁奖 并感谢每一位得奖者对家庭的付出努力 场面相当温馨感人 其中赖春梅在学校担任校户就近照顾双亲 而近年母亲因病而失能 为延缓病情家庭成员努力的维持母亲原有的生活习惯 此外家中尚有一位车祸瘫痪的哥哥 他也分享了生活点点滴滴与感受 让现场感受到全家人的乐天之命 让人感动 这个家庭也不会因为哥哥的倒下来 整个家庭倒了 妈妈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 所以那样时间刚好是下一个最辛苦的时间 然后我觉得我心里可以想说 陪妈妈妈 对 然后 然后但是在妈妈这几年当中就说 好三年前她中风了 所以她就没办法照顾 然后就没办法照顾哥哥 所以我就那时候 虽然前面照顾妈妈会有点抱怨 但是她后面呢 我就觉得 我就是甘心做 然后看到妈妈的笑容 我就很开心 县长徐正伟也表示 借由这些笑形楷模的故事 期望能够带动更多人 关注珍惜家庭 让爱与关怀在社会中继续传递 谢谢大家 为了这个姜 我想姜姜都有一本要修行的经历 尤其是在人生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的高高的 力量齐齐能够 但我想她的累秀 非常多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很标杆 因为名额有限 但我想这我们因为都是非常非常的 我们的艺人感佩 能够克服无论是生活上 或者是我们在家庭 为了家庭的美好 互相的合作 互相的关怀 让我们的家庭都能够很稳健的 一步往前走 每一个人都无法决定自己的人生 积极的照顾自己 及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获奖的十位楷模毫无厌由 足以导引社会客进校道 值得拥有社会给予的鼓励与肯定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导